或许有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共同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很多的东西或者很多的工作 做来做去似乎都没有办法去完成 所以我们就想起了 以前老师常常跟我们提起叮咛的一句话 叫做今日是今日必 但是企业所有的工作 尤其是我们在职场上的任务 怎样可能在一天里面去完成呢 我们也知道长命功夫长命做 但是在我们头脑里面 我们似乎都很想说将今天的工作一一把刀去完成 那么好了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课题 如何能够每一天去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今日是今日必的一种做法了 当然有很多东西可能它不是一天就能够真正完成的 有些任务呢可能它拥有一些复杂性的一些 可能说元素在里头 它需要一些时间 需要一段日子才能够真正去完成整个计划 有些东西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虽然它本身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完成一个计划 但是呢我们能够将这个计划呢把它复小化 也就是说 比如讲这个工程或者这个工作呢 是需要20天来去完成的 那么20天里头呢我们必须用有一个行程计划表 这个行动计划表呢 我们基本上如果说那个计划是属于比较长期性的 我们可以把它用月份来去分化 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只是20天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以呢两种模式去做这个区分 第一我们可以以这个每星期的一个行程达到的一个目标 作为这个我们本身的一个指标 也可以采用更直接的 也就是呢每一天我们将它要完成的事物呢把它规定下来 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任务是需要20天去完成的话呢 那每一天我们需要做到的一个程度 或者需要达到的一个进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定下来 计划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 做的事情呢包括怎么样呢 就是第一我们要达到的成果是什么 那接下来呢除了成果之外呢 我们本身需要有谁给予我们本身的协助 也就是所谓的人力或者是联系的一些人吧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到的在整个行程计划表里面 然后我们本身要做到的工作 它需要涉及的一些工具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都是我们本身必须要把它意义把它列下来 当我们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行程计划表之后呢 那当然了我们每一天呢我们就需要去执行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个事情了 那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去执行我们所定下来的一些事情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 哎呀今天定下了目标之后呢 我们不懂要做些什么 所以当我们有目标所在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说 哎今天在放工之前 或者在今天一整天下来呢 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大目标能够达到的话呢 基本上是完成所有的小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将20天的一个大目标 把它规划细化分成一个20天里头 每一天需要完成的小目标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计划这个行程一定能够一期的去完成的 所以我们每一天需要把要做的事情呢 都把它完成掉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本身在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之中呢 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挫败 无法在今天里头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失败的理由在哪里 有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 那从中我们要做出这个检讨 那检讨之后呢 并非只是检讨完了就算 我们检讨之后呢 一定要从中找出一些应对的方案 应对的一些方法 那从中呢 去解决这个问题 以便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能够追赶 昨天没有完整的一些任务啊 这些是我们本身能够今日是今日必的一个事情了 所以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会觉得 哎呀 今天的东西做不完 哎呀 就等明天吧 各位啊 你要明白啊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 万事就成蹉跎啊 所以我们本身呢 不要一直拖延说明天明天明天 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还要去做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本身一旦设定下来 我们要去完成的东西呢 就将它去完成 只要我们今天懂得要做些什么事情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拖延时间 我可以发现到大部分人 为什么不能够完成他的任务呢 因为呢 一早他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他好像逝去了一个方向 他不懂要做些什么 只是感觉上自己好像很忙 感觉上又有一股压力 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 很有步骤性 也程序性的 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东西呢 但是如果我们本身 懂得如何把我们的大目标 细分化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真正 根据我们预定下来 要达到的目标呢 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 也当时呢 不会乱了正脚 我们也知道 这个时候该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就能够达到 今日是今日币了